盘锦是候鸟北迁途中的重要驿站 它地处辽宁西南部 是辽河三角洲的中心地带 大辽河、大陵河、绕阳河等21条河流在这里汇归入海 盘锦湿地面积有31.5万公顷 占全市面积的80% 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湿地之一 被誉为中国的湿地之都 每年3月至5月 200多个种类数以百万的候鸟在盘锦驻驻休整 成为一道特色景观 这其中包括宾威灭绝的黑嘴鸥 为了探访神秘的黑嘴鸥感受万鸟北迁的奇观 我们设置组驱车来到了盘锦追寻候鸟的足迹 经过三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从沈阳来到了盘锦 一起寻找黑嘴鸥的足迹 那在来之前呢 我们也是查了非常多的资料 我们找到了在盘锦当地 有这样的一个黑嘴鸥的保护区 那现在我们就已经来到了保护区的门口 也不知道今天够不够幸运 能不能见到美丽的黑嘴鸥 我们进去看看 你好你好 麻烦问一下 咱们这儿是我们这个黑嘴鸥的保护区吗 对 这里就是 那算是找对地方了 那我们今天可以进去看吗 现在 可以进去看 我是黑嘴鸥保护协会的会长刘德天 哇 真的呀 那太好了 当然可以看到黑嘴鸥 看来今天真的是很幸运 那就麻烦您给我们做一个向导吧 好不好 那找我们一块去 刘德天 盘景黑嘴鸥保护协会的创始人 现年67岁的刘老 从事黑嘴鸥保护工作也有27年 1990年 世界自然基金会鸥类专家 在盘景找到了150个黑嘴鸥巢 及300余只成有鸥 从而确立了盘景的南海湿地区域 是世界上黑嘴鸥最大的繁殖地 这一结论 揭开了黑嘴鸥繁殖地的百年之谜 也就是那时期 刘德天深爱上了黑嘴鸥 并成为了黑嘴鸥的保护者 在他与更多的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 盘景当地的黑嘴鸥数量 从几百只增加到了上千只 刘德天也被人们称作 第1001只黑嘴鸥 刘老师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 是不是就已经是保护区了 对 这就是黑嘴鸥繁殖地南小河 它的面积是2.8平方公里 2.8 哇 好大的面积 是 那大概在这里栖息 这有多少的黑嘴鸥啊 这里面4000多只 4000多只 我特别好奇这个黑嘴鸥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哇 这些都是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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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的头是黑的 黑的 你看 它的一个叫 这和我们打招呼 嗨 你们好 它是从颈部往前到嘴都是黑的 从脖子往前都是黑的 脖子往上都是黑的 然后它有一个白眼眉 有白色的眉吗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这是和很多鸟不一样的地方 它有一种称谓叫 头戴黑礼帽 身穿燕尾服的鸟类绅士 啊 绅士鸟 这个形容特别贴气 谢谢 谢谢